在我們人生的成長過程之中 其實父母影響我們很大 他們影響我們的價值觀 也影響我們做人處事的態度 所以作為父母的 我們一定要樹立一個好的榜樣 給我們第二代 香港父母通常都很忙碌 我們花很多時間幫我們的子女 規劃他們的人生 安排他們的將來 反而很少會珍惜 現在怎麼陪他們的子女 共度一個美好的光陰 讓他們留下一個很深的回憶 depressing 因為我們在所有的朋友 給我們參加 你們也會想聊天 然後我們在一起 大家今天都會睡覺 刷牌的我也想說 不過每個人都掩飾 我是 thyme 很忙, 今天不僅僅找到他來 還找到他的兒子 一起來接受我們訪問 這位嘉賓就是我表弟曾志偉 跟他的兒子曾國祥 這集訪問嘉賓有多特別 竟然是曾志偉父子 和他的表哥 你們有親戚關係, 我這邊沒有 今天你是國外人 我剛才看過資料說他是新婦人 我以為是親戚, 誰知道不是 他有怨親, 即是客家 客家不是 我看樣子也不像 客家仔 客家仔 我們是潮州仔, 他是客家仔 是嗎? OK 你是表兄弟 我剛才知道你們是表兄弟 我都覺得說的樣子很像 如果不說, 真的不覺得像 像嗎? 那些 怎麼看都不是很… 太陽眼有鼻 尤其是… 這樣就走 但有一點你倆非常相似 就是你倆的人物脈非常闊 為何他認識這麼多人 他認識的人比我多很多… 我們這一行通常都是這樣 人面接觸會比較狂 因為我們經常做主持做訪問 要出去見人 但就是… 心交的人沒有機會多 表面… 還有…尤其是我們… 很多人… 我們經常都很不好意思 經常覺得很沒禮貌 因為… 任何人見到我們都是… 然後他問他, 誰來的 不會… 因為這樣點頭 沒理由別人跟你點頭 你不跟別人點頭 對… 那種點頭的友善 被別人誤覺 就覺得你好像很熟 這個…那個… 不會睡覺 通常大家都很友善 但有時有些人真的不認識 跟認識的 大家都好像混淆了一點點 譬如說有些人就錯誤 以為我們就說 你這麼虛偽 這個人生不認識 你又敢點頭 但我覺得這是禮貌上的 你比較好 因為別人這樣點頭 你一定知道是他跟你點頭 我有時人家跟我點頭 我以為他真的跟我點頭 為何點完他跟我後面那點 這樣也不會的 你又說你… 人物關係我想都不差過我們 當然了 經常做禮拜的時候 那麼多教友 是不是 對… 有些教友是他是偶像 或者是他… 坐在很後面又不太熟 但看到他就認識你 你又不認識他 其實是我們… 一模一樣 他就不同了 他就官… 官理自己很厲害 是否官至兩個嘴 扔出來吧 現在只有一個… 變回一個 自己扔掉嘴 扔掉嘴 但馬教授 你這次是第一次訪問智偉 這次真是第一次 他接受訪問多到無數 我都… 特別是做官的時候 都接受很多訪問 但這次是第一次 我們兩個可以說 同場在電視上一起出現 對嗎 還有第二個特別的 就是智偉和他兒子 在香港的電視史上 就是第一次同時間接受訪問 對… 是不是很特別呢 因為沒什麼人可以訪問我們兩個 對… 現在也不知道 現在可能也訪問不到 也叫做坐在那裡 對… 沒什麼人請我們兩個一起來 出一起來坐在那裡 不是因為我們難 是因為時間很難夾到 對… 第一 他又不是很喜歡幕前的 他喜歡做幕後的 所以今天… 第一是我表哥 他邀請到… 因為他踏入我們這個行業 我現在在想 我可能要去考政府官的 政府官的 我做事業不能做的 你有他 他把嘴巴很厲害 是的 他出來做官的時候 出來不用帶廣詞 不用看著貓子說話 周圍說得真是… 似無似樣 你還是不可以說錯話 你還欺負了很多納粹人 志偉 我告訴你 就是因為我做主持 抬高你的身價 因為觀眾一看 高下立見 你矮,但你做得很高 我高,但做得很矮 所以你的身價飆升 沒有用的 一定飆升 抬高不高 沒有人收你那麼少錢 你走來,你這些飯碗而已 走來做主持收那麼少錢 然後第二天老闆說 他都那麼少錢 你做得那麼好 你是不是收少一點 只是這樣 他怎麼做呢 他又不自在 這叫做風流宮 其實志偉有一件事 為甚麼他的人脈這麼說 而且他真的很有人緣 你看看我的分析 對不對 就學足我的琴目 就是因為我舅舅 比較上是一個… 怎麼說 比較莊嚴的人 可不可以這麼說 內斂一點 但是我攀帽 又是我們小時候見到他 很多朋友 每天都相識滿天下 每天都相識滿天下 而且他又好像智慧一樣 他認識很多人 但他有幾個歸宗物友 每天都喝咖啡 每天都喝咖啡 那幾個 幾十年後都是老友 我看見跟你的情況很相似 可以看到你的影子 可以這樣說嗎 其實我經常覺得 小朋友很多他日後成長的過程中 並不一定是 嚴父嚴母督促的教導 其實很多是他爸爸媽媽的榜樣 是他的行為 身體力行去影響 我自己是很被我爸爸媽媽 他的所作所為感動 或者是感染了我的 我媽媽剛才在香港說 我媽媽感染我最大的是甚麼 是他那種好嚇 是的 嚇死你 好嚇死你 真的嚇死你 我很慶幸 我自己入了電影圈之後 我媽媽就搬到台灣 是 否則我會很麻煩 我爸爸以前是一個足球教練 以前香港的社會 不是電影界最厲害 是足球界很厲害 甚麼南巴大戰 南馬對巴士 南馬精工對哪裡 那些球場大戰 我們撲飛 人人撲,張飛都難 我媽媽整個手袋都是飛 如果用現在的社會來說 就是譚詠麟演唱會 Eason演唱會 你說找不到飛嗎? 他整代都是 如果他現在在香港住 慘了 他一定會 兒子,誰做演唱會 你幫我拿兩場飛 他也說了兩行 拿兩場飛 還要是第一番 我同意 兩場還要是開場那一場 和最後那場 他好像你一定會這樣 然後還有一件事 他不是別人問他拿的 是他去銀行存款 他就說,看不看演唱會 他就說,很難告訴他 給你兩張 他喝茶就說,看壺寶寧 看不看演唱會 做兩張 是這樣的 是… 真的嗎? 我爸爸又是一個很耐念的人 但是我在他身上 我自己學到一件事 就是我覺得 這件事我希望日後他能夠做到 就是我記得我爸爸是一個警察 警察就會由這個… 今天就是深水埗 過兩年他調去尖沙咀 然後可能去荃灣 可能去粉嶺 但我未見過任何一間警察 上下一個說他不好 這是很重要的 人員老的 每個人都說 你爸爸,不一定… 對我們所有下屬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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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你有錢 你外面好像很威風 背後有人說 那個是你爸爸 你爸爸… 沒有提議 這樣就慘了 甚麼面子都沒有 是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你出來說多威風 原來別人對你的子女 或者說你爸爸真是… 那你怎樣 有些人在你面前說的爸爸 都很好嗎 很多,我聽過很多 我經常會久不久 有些人走上來跟我握手 我以為甚麼事 他不是謝謝你 你爸爸 然後就離開了 還有,我和爺爺也有 因為我曾經有些朋友 原來他的阿公或爺爺 以前是跟爺爺踢球的 他也會走出來 你爺爺 也是一樣 那當時你心情如何 開心… 簡直是以家族為榮 對… 但認識的人多有好處 但認識的人多會有壞處嗎 每一件事有利也不是 但是你覺得利多於弊 或者其實這件事你覺得 這個弊處不會傷害自己 只不過可能他會麻煩自己 因為其實你可以偷閒 太多人找你 對,你可以偷閒一點 時間分配上海 所以像他這樣 他忙得真的忙得飛起 是 是吧 但他也忙得飛起 他很給你 遲了一點 不過今天已經好了 試過有一次 珍時來 你記得嗎 我打給你 我在上海打給你 我來約去上海 見朋友 喝杯飲料 他不知道在哪裡拍戲 你在哪裡拍戲 我在… 另外一個 現在說的是 在十月圍城拍攝的廠 距離他 找我那間酒店 是一個小時車程 上海 即是不收車 在上海 我這件事說了給很多人聽 每個人都聽完 都說你真的不是人 他就打電話給我 喂 你是上海人 我說 是呀,怎麼了 你在上海 他說當然 說個好消息給你 我現在身邊坐了一個 厲害 上海李嘉誠 現在他有一個… 有一個… 他想找你做代言人 即是介紹生意給我 立刻出來… 但他不知道我當時拍完戲 我剛才跟一群很久沒見 馬元彪 之後我們拍戲很難得 突然在意地相聚 就開始約吃飯 還在劈勞 還在喝酒 他回來了 說可以,立刻來 但有一件事很可憐 我要找一輛車 即是屬於我自己的 我放了他離開 車來車我 他要半小時 去他那裡一小時 即是過半小時 去一小時不重要 是來找我這半小時 令我還在這裡喝多半小時 這半小時就傷了 但是我說… 我很有誠意 我照他上了一輛車 照他告訴他 上海,蕭俊,開 但一開,一靠他就… 那我就會例子 因為他不知道我蕭俊在做甚麼 找誰 如果我知道我發揮了 我找我表哥 他的電話是這樣的 你去到,萬一我不醒 你打給他吧 所以我電話有電話響 他有他在裡面等 我人又在上面 放過車在門口 司機躺了兩天 看到沒甚麼人出來歡迎你 你也不是很了不起 又扯回外基地 我也是慘 有他… 他說不是,他說他來一定來 他懶得… 他表弟,我作主的 他甚麼藝人 我叫他來,他來的 還要介紹給你認識 說你關照他,他怎會脫底 不會的…一直來 這個不會… 說到兩點鐘就真的會呀… 你說是不是人呢… 就是不要說關不關照的事給我做 不要介紹好朋友給我認識 不要說別人的地位有多少 只是作為一個表哥 已經令他失信於人 那次他雖然失信,他很好 他寫回一個短訊在我的電話上 那第二天我見到這個人 我便給他短訊給他 給我短訊給他 證明他昨晚喝多了 其實他叫他太太發短訊給他 他當作是我的 扮演的 這件事他有交代 但他會不會這麼好呢 如果家裡一失約 都會發短訊給你呢 沒有的,因為我們都明白的 是 因為我試過跟爸爸去喝東西 他也是喝醉了 然後我們就叫他 他不是一喝就喝醉嗎 不是…他很能喝的 但他是… 他是很… 一定要喝到醉才會離開 對,因為他覺得這樣才高興 就試過很多次都是他喝醉了 我和姐姐有些會叫他 我記得有一次是… 最後只剩下我和他 爸爸的朋友已經說 爸爸怎麼樣… 我說可以了… 已經很晚了 我說你先走吧 我陪爸爸吧 記得叫了很久 他還是很硬睡 因為他一直在睡覺 我知道他很累 然後… 結果我和他那間卡卡卡 睡到第二天後 第二天的兩點才離開 相處得最久了 對 這叫相處嗎? 不知道 共處一室 一直睡覺 共處… 共處一室 共處一室 這不是相處的 小時候我和我弟弟會炒我爸爸的東西 當然最開心是炒到他有些孝心漫畫 那他就… 孝心漫畫 媽媽對我最大的影響就是 對人要避免 我懂得像他媽媽那樣的女士 避免 他也認識那些不避免 不過他還沒認識 他還沒認識 是 做父母通常比較現實和功利主義 會計算過都是賺錢 提供物質給子女重要 但子女剛好相反 他不知道物質或金錢重要 反而是想父母多些陪他 怎樣解決雙方面的矛盾 很簡單 就是一個適當的時間去陪你的子女 而且說適當的說話 和適當的安慰 這樣做得到的話 就是一個好好的父母 林牧師, 你知道智偉在我們的年代 是超越了他嗎? 是嗎?怎樣 因為他20歲已經結婚 是 我還記得他喝他的那頓 還要花了百多元買到新的西裝 你記得嗎? 要做人成嗎? 做人成嗎? 是嗎? 是 我爸爸的西裝 這次是大事 大事, 穿到西裝 真是大事 小朋友喝下去喝就很厲害 很厲害, 那時候喝 那時候也很合理 我前陣子剛才看了一張照片 認得他嗎? 認得, 但覺得很像自己 我從小都不覺得我像他 但看起來很像 我覺得他比較像媽媽 不是, 我很像他 真的嗎? 我佑武士當時的那張青莊照片 真是今天剛才 他剛才拿了給他… 我有張在這裡 有張 立刻給大家看看 這個就是我的史詞 是, 是他 是他 這是紅金帽導演 鍾米陸和尚 是 真的很像 那部戲我當了一個染布的青年 和武士當時 幾年前拿了這張照片 27… 77… 77… 77是否23年 23年… 不是, 33年… 33年前… 差不多了 33年前才是你 33年前… 24歲 24歲… 剛結婚幾年 4年左右, 是嗎 斬眼之間, 是嗎 是, 斬得幾眼才是 是, 斬眼之間 是, 斬眼之間 我不是在家裡 是, 斬眼之間 是, 斬眼之間 你爸爸這麼忙 又有很多應酬 會否真的回家裡 你如何認識你爸爸 變成了 小時候很好笑 小時候…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小時候我和我弟弟 會照顧爸爸的東西 照顧… 他這麼多錢… 他經常在家裡照顧 經典大秘密… 你今晚才知道嗎 他不在家裡 我們會照顧他的書 照顧他的劇本 照顧很多東西 當時最開心的 就是照顧他有些色情漫畫 那時候… 你什麼色情漫畫? 要不要嗎 不需要, 只是你送給我的 真的… 要不要嗎 你照顧他 照顧到鹹叔漫畫 那時候會否和你姐姐 經常會… 感覺如何 很驚訝 還是覺得你爸爸也是這樣的人 不會覺得很驚訝 因為那時候已經七、八歲 有些朋友已經在讀中學 七、八歲 不是, 那時候的朋友 全都在中學 已經很色彩 所以不會覺得很好奇 但…對, 驚訝自己的爸爸 也有這些東西 問題是, 你知道我們拍戲 是用資料搜集的 有時拍到這些電影 很多東西我們不太懂 對, 我們也要… 譬如我們… 做這個行業有一點好 他什麼都可以用 因為資料搜集 所以做這件事 我們拍補合片 什麼都可以 拍補合片 我們是否要看那些功夫書 少人功夫 那些招數你不懂 他說, 那些招數我們也不懂 對, 要看別人才知道 有這麼多招數 各位觀眾, 鹹叔叔的招數 可能是在欺別你也不懂 想一想… 但你童年大部分時間 爸爸都不在家 會否覺得被忽略 以及情緒上會怎樣 小時候年輕時真的沒有 會很生氣爸爸嗎 不是, 小時候真的沒有 小時候反而覺得很開心 因為眼見所有的朋友 同學都會說 不行, 我爸爸不讓我出街 全部都要回家 我便衝山跑 小時候就很開心 但開始大了 開始十多歲 開始慢慢多思考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 其實也有點疑問 會覺得… 為甚麼… 我爸爸也在 我爸爸也不在 會覺得 為甚麼爸爸也不在身邊 但回到香港後 因為自己又做了這一行 多了很多見面 大家的理解好了很多 我相信你媽媽一定很好 我媽媽… 在你面前說了爸爸 很多好話 而且我媽媽是一個 胸襟很廣的人 其實我覺得… 因為她對我來說 媽媽對我最大的影響 就是對人要要承諾 對人要承諾, 還有禮貌 是 這就是我經常跟她說 要學習 我認識一些 像她媽媽那樣的女士 承諾 她也認識那些不承諾 她還未認識… 你介紹一些承諾的給她 你這次是你錯的 沒用的 你錯 她選了一個不承諾的 那就有問題了 我覺得這是你錯的 你人脈這麼說, 認識那麼多人 為何你不介紹承諾的人 我女朋友很承諾的人 對, 應該這麼說 對 有一件事我非常服氣 就是雖然她比自己弟弟的時間 很少 因為生活的關係 你自己說一說 但是子女對她尊敬 這個我覺得 現今的社會和牧師 你也知道 很難的 尊敬 不僅是各場的 是吧 你姐姐、你弟弟都是一樣 是吧 第二就是孝順 我告訴你 這也是我相信父母感染 是 就是父母感染 我覺得人家不用多說 你怎麼對父親 不知道子女會怎麼對你 是 你想對父親和父親不好 希望子女對你不好 很難 在我教會 父母散會時 他媽媽在兒子上說 快點叫牧師… 兒子一定不叫 他不知道你是誰 我便跟媽媽說 你有沒有叫我做牧師 他沒有叫 沒有叫 你兒子不會叫 你兒子會跟著你叫 一定是這樣 所以我想現在的圈子裡 就是我們現代社會 孝順父母 還有有一個好的榜樣 對下一代真的影響好 其實有一點影響我們很深 其實這是日常不是大不了的事 就是以前我們每個星期都去喝茶 是啊 我媽媽對那些伙計 是 就是推車的嬸 都叫什麼叔叔 叫洪哥 什麼嬸 叫我們叫 是啊 我們也叫 爹地媽媽也叫 即是無分就高高低低 其實這個代表了很多東西 是 即義無分貴賤等等 我經常都說 其實子女長大 其實你不要以為教壞她 是外面的人 教壞她很樂意是你自己的 是你將分辨心交給她 我最近小時候 你拿著那個荔枝就是硬的 就扔掉它吧 軟的才是好事 又是金幣 對 其實他又想不知 怎麼會分辨這些東西 是你告訴她而已 就是這樣 如果是小時候 你教她小時候這麼貪心 如果大了 那些會不貪心 我覺得很奇怪 你和兩個女兒相處時間長久 如果她尊重你 孝順你就很正常 你和爸爸相處那麼少時間 為何會尊重她和孝順她 我覺得其實是越來越尊重 尤其是自己開始做的這一行 並不是說小時候不尊重 但小時候因為她不是經常在身邊 反而自己很自由地做自己的事 沒有怎麼去思考這個問題 但到回來後 我開始自己做了這一行 而且看到… 尤其是在她的朋友 對她的… 評價 對,評價 還有觀察朋友對她的尊敬 其實是了解了她很多 那… 對,因為我最… 但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你不覺得很奇怪 要透過爸爸的朋友 去了解自己的爸爸 那種感覺我不覺得很奇怪 不是自己自己… 我不覺得奇怪 因為其實了解一個人 你可以從很多不同的角度去了解 因為爸爸經常工作 而且經常跟他的朋友在一起 這群人很了解他 其實你在這群人的口中 去了解他是很正常的 其實我… 因為我越來越尊敬爸爸的一件事 就是他很肯幫人 無論是好朋友、普通朋友 甚至乎只見過幾次面 你們看他振哉的 對,他是白天去幫人 他很有善心 我這個表弟真的很有善心 很有善心 是你學的 是… 你是不是第一次聽 你兒子這樣跟你說話 是,因為我們兩個沒有一起做訪問 他也不會在別人面前 或者在我面前去評價我 所以… 你也是第一次聽他這麼說 第一次 你有什麼感覺 聽了之後… 不管,怎麼能請他來 你真是聰明,你真是聰明 你真是聰明 你真是聰明 你也說我自己是一個不合格的丈夫 更加不合格的爸爸 因為我給他的時間實在太少了 其實很多夫妻在我們那裡 你初初分床睡,分房睡,分一下 可能… 習慣了 習慣了 大家變成一個環境很不同 我就一直習慣了 是一個人生活,一個人生活 就是說如果父母為父親要珍惜跟子女相聚的時間 但是最重要是重质不重量 最重要是让他们感觉到 父母是爱护他们的 关心他们的 像我那样 我个小孩在美国读四年书的时候 他每天都会收到我的电话 虽然我们的谈话很短 但是他感觉到 我是关心他和爱护他 智雅,你会否觉得对家庭 都是懒惰了太太和小孩 一定的,我经常说 我是一个不合格的丈夫 更加不合格的爸爸 因为我比家庭的时间太少 但原来不可以说人不完全完美 他这些就是完美 既有事业有家庭 我不是完美,当然不是完美 既有事业有家庭 我现在才多的时间给家庭 不知道是否在我自己的年代 我选择了一条路是这样的 我最记得 其实我一直都是跟家人一起住 直到那时候真的睡觉 拍戏睡觉也没得睡 然后可能我最高纪录 就是八部戏一起撞 更加重要是做导演 然后那些老板就开始什么呢 开始就说 不要了,经常怕不见到你 我直接开个酒店给你 你不要回家了 结果我拍了一部破了纪录的电影 不是票房 是快效率拍完 而且觉得很集中 原来我觉得一个人创作的时间 是很重复地做一件事 可以集中精神做 那时候我进家和 家和仔的事什么条件都没有给我 就先租一下宿舍 你可以回去,自己也可以创作 由于这样,我就存在宿舍 那些片剧全部都在酒店 的咖啡厅会面 但是其实我 在初期我還沒離開家裡住的時候 已經過了生日成年代 每晚11時讀書 早上8時回家 因為那段時間沒有電話 所有親人小組,我、徐克、王帕名 我們每晚風雨不改 都是這樣讀書 我最記得我回到房間 回到家裡 一定是我太太和他睡在床上 那時候很小 我回來後太太就抱了他 就入了他房間睡 我已經習慣了一個人睡 其實很多夫妻外 你初初分床睡,分房間睡 分一下就可能睡了 習慣了 可能大家有獨立的廁所 慢慢慢慢睡,不習慣,相處什麼 這也是我慢慢睡 後來到了1991年 他們去了加拿大讀書,整家移民 更加變成我一個人生活了 那時候你為什麼不考慮移民 香港是賺錢的 哪有可能離開香港 什麼都在香港發生 那時候沒有可能 所以為什麼香港最流行的 就是什麼都不是太恐人 是 是吧 香港有多少太恐人 所以我說這就是好老公 不肯做太恐人 陪著他家裡,他一直在加拿大 他在那邊認識的 讀書 一直在加拿大發展 但是始終一直帶回家裡 大家變得很不同的環境 我習慣了一個人生活 一個人生活 所以其實你說 很多以前的口頭舌都很流行 做那行、厭那行 不知其的弟弟不要入自己的行業 初初他選讀電影時, 我自己嚇得跳 我還猛勸他, 人要有兩支槍 一支是自己的興趣, 一支是自己的學識 入社會時就拿了興趣的槍出來 原來興趣找不到, 白白白白不響 就拿一支, 學識的一支 你把學識和興趣拍起來 這支槍不響, 就沒用了 但他選了讀電影 你有問過意見嗎? 有…我記得當初差不多到了一年 要思考自己將來要做甚麼的時候 跟他聊過一次 他問我, 怎樣? 讀完大學後, 想做甚麼? 我又不是很敢跟他說 我想做電影 他一聽, 反應是… 真的想做 就這樣靜了很久 然後很害怕 就看著媽媽, 看著弟弟 他是不是很敢 你很敢 但他一去就… 擔心了, 這槍… 然後他就說, 好吧… 讀完再想吧 那時候很害怕是甚麼呢 究竟是否他的興趣是這一行 還是他只是覺得做明星很厲害 爸爸… 我最害怕就是這件事 如果完全是興趣 所以後來我說, 為甚麼我覺得… 任由他呢 我最記得 翌日他放學回來 就硬了 我說, 你這麼硬回來? 他不是, 其實那小時就放學了 他說, 你去哪裡? 他說, 街口有一間戲院 很好, 做以前的很出名的戲 今天做得很好看 他說, 甚麼戲? 沙士比亞, 四個小時 他說, 沙士比亞, 四個小時 你都看了一點 還說, 很好看? 那你進去吧? 我又不懂這些戲 證明那個時候 其實他真的對藝術有興趣的人 我看一幅畫 我不知道畫裡面說甚麼 我只會覺得, 誰畫的? 他很厲害 但當時他問你 你完全靜光, 你在想甚麼? 我就是想那件事 糟了, 我覺得這件事很過癮 原來做明星可以這樣 做明星, 外面有人認識 這樣會打算做明星? 打算做幕前的明星嗎? 還是做幕後呢? 後來他決定了做幕後 我更加安心 即是你不是為了出名 更加… 現在就放心, 變為擔心 他更加喜歡拍那些不收錢的電影 不收錢? 對, 那些藝術片 找美想 理想, OK? 理想 美想吧? 是的, 美想 是理想 應該是理想的 我現在很喜歡電影節 他們飯也不吃 不過這個挺像我 我以前電影節也是這樣 不過我不吃, 他只是偷師 但他真的欣賞 以前我們一唱電影節 就拿著飯粒 這間電影院過公安電影院 那間電影院過公安電影院 希望看了那麼多出品 有很多爸爸對家裡的疏不照顧 即是可以這樣說 因為他很忙, 等等 就用物質去補償 或者兒子也進入這行 也想想, 自己認識這麼多人 會幫他, 你會不會這樣做 物質補償 我就不知怎樣才算是物質補償 我小時候跟他們說 跟他們姐姐說 我都是說 我只能夠做這個 我做了一件事就是 你們喜歡讀書 你有權讀到六十歲 你喜歡讀碩士、博士 一直讀上去 我一定會供你 我多辛苦也供你 但你一決定說我不讀了 那就不關我的事了 最好你就讀了 因為你覺得你自己想出去做事 你應該尋找你自己 我亦不用你養 我當時就有這樣的傾向給他們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有沒有朋友說甚麼 這件事我完全沒有 為甚麼 因為我小時候 因為很討厭這件事 我才會入行 我以前是踢歌 我自己一個… 我爸爸是一個足球教練 後來我有踢過甲組 多數是踢預備組 我以前看過青年軍代表香港 但我經常在背後聽到別人 當然了,他當然是代表香港 他爸爸是誰 我就覺得 沒有人相信,這是我的技術 不是你的實力 只是相信因為我爸爸 我就很討厭這件事 最後那一年,為甚麼我踢完那一年 我沒有踢 那一年我爸爸的同事叫顏雄 他自己出來搞球、搞圓龍、搞光話 我就覺得慘了 如果我踢江話甲組 是因為這是我爸爸的朋友 我覺得我踢得不光彩 我一直希望我做的工作 是完全和我父母無關的 那時候我心想 進入電影界就無關了 完全不拒絕 那時候你跟… 好像跟阿符昇那一班 我還記得那時候… 很老友 對,跟那班指導 那時候是劉家良 那時候是好老友的 他們是喜歡看球 那時候我就踢球 那時候我就說 我們踢球有休息的 可不可以休息兩個月呢 如果有甚麼武士 找我去做 那時候我就打算玩 做一些跟這一行無關的 看我行不行 我自己可不可以做一些 不用靠我爸爸的事 誰知道我們這一行就是這樣 一隻腳踏著 他就拔不出來 因為太好玩了 但是你爸爸選一行 完全另類 所以爸爸幫不了他 你現在進入了這一行 就完全同一行 那你有沒有聽到 他爸爸的心聲就說 不會幫你的 你會怎樣想 我覺得我跟他很有理解 因為我們倆其實… 今天也是我們在香港 第一次坐在一起做訪問 因為其實我們倆都很害怕 會被人覺得是… 因為他是我爸爸 所以… 對,我們倆都很害怕 會被人在後面說這些 昨晚香港也很流行 甚至乎可以告訴大家 他試過… 我最記得有一部電影 要找他當男主角 他一看到監製名是我 他就跟導演說 要不你換監製 要不你換了我 他就很害怕 那部電影是監製的爸爸 所以我是男主角 其實我也不想 除了這樣害怕 會否跟爸爸一起合作 會有難度 這樣也不害怕 因為其實我剛拍完 自己第一部電影做導演 我也有找爸爸來幫忙 我完全不會覺得… 因為他是爸爸的身分 跟他合作有任何緊張 我反而覺得很舒服 而且我挺開心 可以讓他看到我第一次做導演 我自己很開心 那次的經驗 所以我不會因為大家的身分 而反而覺得工作很尷尬 但我覺得要正確的位置 如果給你時間說 謝謝你爸爸 你會感謝他甚麼 感謝他給我很多空間 我自己去看著他 感謝他給我很多空間 很奇怪 你做藝人… 害羞 人家是這樣的 看著鏡頭說話 旁邊的那個是… 原來是看著鏡頭的 他習慣了是這樣 你會跟兒子說甚麼 其實我需要跟他說 我覺得是… 你先學做人 人也不會做,做鬼也不漂亮 這個真是很好的 是嗎? 我們經常都說做人… 做人,你都不懂做 你說做甚麼事 做甚麼事都是由… 這個很重要 由做人開始 我有時看到有些宗教教人士 說人生大道理 但其實他連做人也不懂做 EQ也低 你說話就沒有說服力了 我挺驚訝 我會說你做人 他就回家做人 我做了一個屁股出來 我真的… 那我也重要的 也重要的 你也想再做我爺的吧 這個是你最想的 每次和我兒子見到他就說 你爸爸很想你過 其實我不是,不包括他 你不用問我 我是讓他自由的 他有,我也是這麼開心 他沒有,我也是這麼開心 沒所謂 但你期不期望 有一天你兒子撿導你當男主角 其實是對的 我覺得他撿導 而他要用那個戲 用我當男主角 首先這個戲是否他想拍攝 這個男主角是否覺得我姓人 你什麼戲都可以拍攝 你搞笑的也可以 我知道 善情的也可以 他不會有一部戲 年輕人談戀愛的 我當男主角 我不是年輕人 我突然有個黃昏戀 或者是有個什麼… 那個戲又弄得我 但會無厘頭 幹嘛要拍那部戲呢 我給你一條條 就是拍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 早就送了牛 就回大陸娶了一個二十多歲的女生 就可以找你爸爸當男主角了 那你一定要找人看 不然覺得兩輩子才會很開心 對, 有一條計劃 老公爺 那分分鐘要我拿錢出來拍 那我拿錢出來拍 是不是? 那我就加兩張床上戲了 我們自小成長在一起 我舅父對我好 如果沒有我舅父沒有我今天 所以我很希望我跟他做一場 讓我舅父留生之年 可以看到我倆人情 這是我的願望 其實兒女成長的過程中 父母扮演了幾個不同的角色 當我小時候我成為了老師 當我青春期的時候 我成為了一個朋友 當我出來工作的時候 我成為了一個人生的顧問 分別在哪裡 朋友是必須要有約會的 就是你約他才有一回 還有他可以選擇說什麼給你聽 到了人生顧問的時候 就是他找你才能顧及問 父母能夠拿捏到這三個角色的時候 就能夠和子女有好的關係 我真的有一個問題想問你 做了五十七年後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你最開心的一件事 以及你最不開心的一件事 最開心?很多事情很開心 你… 譬如… 譬如我自己能夠… 是否結婚應該是最開心? 拿獎 人是在不同的階段裡 有不同的階段的開心 是 譬如很多人說 你拍過這麼多電影 你最喜歡哪個角色 我說不是一個角色 譬如我以前 我能夠客串做… 那種叫做什麼? 老虎田雞 老虎田雞裡我做了一個單眼神探 只有兩個鏡頭而已 我很開心,為甚麼呢? 觀眾很嘩笑 原來我在幕前有人笑 你別理會我小丑還是甚麼 因為我經常覺得我入行 我沒想過自己可以做幕前 我以為幕前只是鄧光榮、秦祥霖 追到我做追女仔 我做石田的副手 第二男主角 我很開心 我怎會想過自己有機會做第二男主角 好,到了有機會去做最後勝利 我好心 因為我一直以為自己做喜劇 不會想到可以跟李麗珍談戀愛 真是不得了,對吧 還提名 雖然拿不到獎,因為對周潤發 然後1991年我拍《雙情故事》 《拿最佳男主角》 我這部戲拿到現在男主角 跟慧英雄的情形是一模一樣的 我會有機會碰到好的劇本 但我不會是男主角 你說了八分鐘 還沒回答我的問題 但是在你的答案上 我的結論就是 其實你最開心的就是演戲 對吧? 因為這是一個譬如 我最開心為今天能夠接受你的訪問 我怎麼想到… 雷心論盈,好不好? 兩老表不用說這種話吧 我喜歡滿足你,我當然會說這種話 為什麼我會說這種話? 我覺得當下最重要 當下的滿足,對吧? 人生就是不要說以前 也不要說後面都知道能否做到 現在開心嗎? 現在很開心 因為我怎麼想到我們兩老表 對,到現在大家還可以坐在那裡 我也是一個大家都熟悉的人 他也是一個知名人士 以前大家知道他有些臭銅錢味 做銀行很厲害 做上市公司主席 慢慢做官 令我家裡的遺形 我多怕抄家 你做官以前抄家,有甚麼? 為甚麼要抄我? 好,幸好他懂得自動退出 現在還做主持 但是客家人是官患之家 所以經常逃避 客家,客家人在外面 現在還可以在那裡相處 其實我跟他坐在那裡聊天 有很多回憶 包括我們幾歲的時候 每個星期天都去花虛打球 去喝茶 很多童年的回憶 但是說了這麼久了 你還沒說你最不開心的事 因為我問了你 最開心和最不開心 有沒有不開心? 當然有,人也沒有不開心 不開心的那個不是人 為甚麼?是真的 為甚麼有不開心也不是人? 因為開心是來自不開心的 你有不開心才知道甚麼是開心 不開心也是來自開心 因為你今天太開心了 明天沒那麼開心,你就不開心 是不是? 所以人呢 最好把東西調教得平淡一點 那你的開心和不開心相差 就不會那麼… 所以我們經常奉獻年輕人 你有時候嘗試一些東西 有了那些你就很開心 但你別忘記,沒有了你那種不開心 而當那件事是不合法的時間 你這個不開心就慘了 郭Sir,我想你真的很矛盾 明天我也不知道你是會開心還是不開心 今天應該很開心 能夠整個小時聽到爸爸說話 還沒試過,又可以跟他說話 但又很不開心,明天又走了 但我們也習慣了,真的習慣了 因為幾個月聚一次 一聚就說很久,聊很久 反而我們現在很習慣這個溝通方法 但現在你做了30年人 你覺得你最開心和最不開心是甚麼 現在你問我,其實我最開心 其中一件事,正如他所說,開心的事很多 但其實最開心的事就是 因為自己做了這個行業之後 其實跟家人關係越來越好 不只是靜子和爸爸,跟姐姐都是 其實姐姐… 還有我堂哥,我堂哥都在台灣做田影 我們四個,其實現在關係變得越來越好 這其實是一件我很開心的事 你最開心是甚麼? 最不開心是甚麼 今天我訪問你,不是你訪問我 下次你訪問我才回答你,好嗎 有這些規例嗎? 有規例 我堂哥,但他最開心的今天 真的要跟你一起做這個節目 真的… 他真的要代表得很厲害 袋子… 不過,真的,其實我跟導演說 我說跟林穆斯做這個節目 其中有一集一定要跟我表弟一起做 這是條件 這個不是因為… 坦白說,不是因為你是一個很有名的演員 而是我們… 就算今天的智偉是當他在做… Cannery Fair 或者已經沒落了 不… 或者你是一個退休人士 沒有人喜歡看的 沒有人認識的 但我也要跟他做,為甚麼呢? 因為大家可能也知道 我們從小成就在一起 那…我舅父對我好 如果沒有我舅父… 沒有我今天… 你來吧,所以千萬不要說我的這字 那些字他很久不見 這件事是很難得的 你給他說吧… 因為我聽他說公話,哭得不止 所以我很希望我跟他做一集 讓我舅父有生之年 可以看到我們兩個人一起 這是我的願望 所以要求導演這麼做 好,我不是代得很重要 真的,這是他的心願 今天真的能夠坐在這裡 和你做一個訪問,很開心 這也是我答應他做這個訪問 最主要的原因 因為我明知道他收錢,我沒有收 但我也要幫他做 就是我們希望爸爸看到我們兩個人 他很好… 我收錢是做蝕子的,我說明白的 我知道,你還貼一點 他最喜歡貼錢 這件事我真的想說 我最記得前年我爸爸生日 因為他剛退了下來 還沒退 差不多要退了,才能進去 沒有人知道的 因為他很慘 他要去台灣要申請 因為政府官員 所以他這麼疼愛我爸爸 我爸爸的生日,他都不能去 這件事他後來告訴我 他覺得是人生最難過的地方 但當他知道,批訊給他 那年到他,令到我所有親戚 那時候他出名了 那些人初不知道他是誰 那時候知道 那些人來到,然後他上課 他上課 那時候他將他這麼多年 他的心聲表達 哭得很厲害,當然十倍 大家開始很尊重他為人 因為原來他是人 最難得就是你很有成就的時間 你能夠不忘本,說回你以前 那時候他就說出來 所以大家當時也很感謝 我覺得很難得… 男性與男性之間 有一份感情是很難找的 是上一代才有的 希望下一代都可以乘計這些東西 喝水思源是應該學習的 我覺得感性,人不是… 人是一個感情的動物 尤其是我們… 我們那個行,我想到他 不是我們那個行也不厲害 我們那個行裡面 我自己也是,我看電影 一點點東西我就可以哭了 我拍電影,我哭得出 我必須要那個處境 令到我感動,我才… 我有時聽歌我也會哭 人這樣就問了 但是,亨哥最難得的 就是他那份真 真的,因為我覺得真是重要的 真是無敵的 謝謝 是呀,你再說回你說不讓人訪問 你最不開心的事 我也說不讓你… 你下次讓你做訪問一下 他才會訪問我 今天不能訪問我 好,我做主持的訪問你 你做主持,好 好,過床,馬上開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好… 今天很開心可以訪問到我表弟 志偉和他的兒子,郭祥 更開心的就是聽到郭祥 和他爸爸說了一些從沒說過的話 希望他們父子多點時間相聚 我自己讀家庭輔導 見到志偉和他的兒子 自小成長當中都是最少離多 而兒子仍然對他爸爸 這麼孝順和尊敬 確實是異數 不過突破位就是他現在找到 大家共同的興趣和話題 不妨你找一下 你和你兒子的共同興趣話題 會發展得更好